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的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我们快要50万订阅了 谢谢大家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收看 好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端午平安 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首先是东吴大学政治教授刘碧荣教授老师好 你好大家好 前立委文化大学教授郭正亮委员委员好 老师平安 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伍岳教授老师好 大家好 还有前资深外交官借文基大使大使好 老师好 大家好 好首先来关注的是上海 上海终于解封了 恭喜上海的朋友 真的很辛苦 作为中国大陆人口最多 经济规模最大的超级城市 那么从3月28号上海半封城 一直到5月底历经了65天的封城 在6月1号正式解封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复试 下半年的中国经济想要努力反弹 那么大陆中央透过全国家之力 来投入的具体方面会怎么做呢 先请教博委员 您觉得 这个还要观察一阵子 我并不认为就会一路平顺 因为疫情不可控吗 疫情太多不可控 事实上有的国家也又开始了 比如说美国 美国事实上 美国还有欧洲有些国家 甚至连韩国都一样 还会再血疹这样 对啊他们只是说不想再受限 所以他就开放了 他不管了啦 他就把它当作 反正就是比较重的感冒嘛 那 反正重的流感也是有死亡人数嘛 我觉得他们就是这样看待了啦 就不想再让社会跟经济受到太大纠缠 解封是一开始有大概10到2 30%的反弹 可是要看反弹的程度 就是不是所有的生产都恢复到 这个之前的 要看恢复到百分之多少 而且订单要完全恢复这也要时间 有人就说至少要观察两三个礼拜 不过你看到就是6月1号正式宣布解封之后 这个哇这个人山人海 大家都出来了 因为真的是闷坏了 那现在除了这个生活要赶快的回稳之外 当然经济要赶快的回稳 这个5月底呢 其实看到大陆服务院总理李克强呢 他就召开了被外界称为是10万人大会的 这个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跟电话会议 在会中他谈到了 必须要避免经济在第二季出现衰退 所以他提出了督战保民企 还有互卖收三个热词 会后呢 国务院也派出了多位部级官员到了11个省 那专项督察来确保各地落实相关的政策 李克强现在开这个10万人大会 还派这个官员督战 但是要怎么样能够落实到省市县全员动起来拼经济 张老师您的观察是 我想今年当然中国的经济定出来是5.5的目标 所谓冲击嘛 是 那这一次大陆方面提出三个主要的诉求 你所谓督战 他其实就是希望能够什么 希望能够派出督察署 到12个省市直接去进行督察 要确定是有落实到地方的 对那督察督什么 就第一个一定什么 他强调的是什么 强调的是要稳增长 那第二个稳就业 那保就业稳市场 那因此他透过三套的方式 督战就是要确确实实 落实到每一个从中央到地方 必须要落实 不能打任何的折扣 那第二个来讲当然是保民气嘛 为什么保民气是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中国大陆的民气 当时习近平在2018年11月份的讲过 中国大陆的民气用56789 大概就可以形容 5是什么 占50%的全国的税收 6是什么 6是你看看占到GDP的6成以上 7是什么 占技术含量的创新来自于民营企业 8是什么 就是一般来讲城市的就业当中有8成 9是什么 90%的企业都是属于民气 但是民气在过去一年当中很惨 大的民气不管像阿里像哪里像京东 像腾讯也好 对严格讲都受到严格的管控 那小的民气一直贷不到钱嘛 所以民气只要所谓不发展起来 投资就无法带动嘛 所以说保民气很重要 那最后第三个谈出来说 富小麦嘛 富麦 为什么富麦是很重要 你看农业部长是讲得很清楚的 就是大陆农业部长 唐仁健他特别讲 他说今年大陆他们的小麦 这是一个收今年都卖 应该是最糟糕的 就会有将近20%到30%的这样一个递减率 为什么 因为去年的豪雨成灾嘛 以及年降雨嘛 那中国大陆从去年开始 其实就开始在做什么 储量的动作 其实中国大陆的小麦 占全世界储存的50%以上 那大米占了将近快要60% 对 那包括什么 包括玉米 玉附乳酯 所以中国大陆很清楚 由于俄乌的问题 俄罗斯跟乌克兰 又是小麦出口最大的大中 因此稳住这样一个粮食的问题 小麦的问题 不仅是今年两会的重点 也是中国大陆的重中之重 所以说他们把这三个当成是一个重中之重 希望从中央到地方能够全年的观测跟落实 这防范未然 对 等于是超前部署 我们这边讲是超前部署 因为如果粮食不够的话 引发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大 不过对于刚刚讲到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说 其实大家也很关注的是他的动向 因为今年7月1号他即将要卸任 李克强他今年才满67岁 不过两任的这10年 总理的任期已经届满了 所以他未来的动向现在也受到了高度关注 不过现在外界来看说 他还不到退休的年纪 但是已经坐满了两任 李克强在今年这个二十大之后 何去何从 现在大家非常的关注 大使您觉得 因为他的年纪正好是卡在67岁 这个好是一个很尴尬的年纪 大陆在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 通常有一个惯例就七上八下 你如果67岁就继续留着 68岁对不起就要出局了 那他在67岁 所以他也不到出局的这个 正好在那个台上 正好在这个 而且比较有趣的时候就是说 跟他一起都是67岁的 正方政治局常委 现在处理克强王沪宁跟汪洋也是 对 所以你今天就说 你说我看报 我看有一些分析 就如果说你67岁就让他下来了 就退出政坛了 那这个王沪宁跟汪洋如果留着的话 那也是一个蛮尴尬的事情 还是说这三个都要一起下 那还是你要李克强或继续 再有一个安排 那同样是67岁 那么王沪宁 汪洋怎么样安排 当然李克强的地位是比王沪宁跟汪洋为高 就是不会那么复杂 不过现在就是说 因为很快了嘛 就是说这一届的中央政训常委 也快认满了 那这里面就是说 由谁来接 那李克强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 当然如果 如果这个照一般的情况的话 他跟这个习近平的关系很密切的话 配合良好的话 那可以走王岐山的模式 王岐山现在已经74了 那他是这个国家副主席 那国家副主席是一个位置 可以考虑 那另外还有一个位置 就比较低一点 当然没有王岐山的位置高 是栗战书的位置 人大委员 委员长 那栗战书也是72岁的 这两位这个 这一届任满大概就是 势必要退休了 那所以其实位置还是有 就看这个怎么样安排了 那不过就是说 这个过去的十年 本来这个 中共大陆在上一届的政府的时候 事实上是集体领导制的特色 色彩比现在手掌制要强很多 所以就是说 当时的九个政治局常委的话 就是说各有不同的角色 那么总书记跟总理之间呢 这个国员总理之间 分工也分得蛮清楚的 同样都 也不是分庭抗礼 都有很重的角色 当然这个当时 就是说胡锦涛的第二任以后 这个中国大陆整个共产党的这个 政府的贪腐问题很严重 所以那时候可能内部就有一些声音 希望这个把集体领导制 给他改为一个首长制 那你看就是说 习近平这个接任以后 他用各种小组 设立了很多小组 以兼任小组长的方式 把这个集体领导制 形同把它架空 都是用各种不同的小组 来处理 比如说国家安全 或者说经济改革 他都成立了这些小组 这些小组他以小组长的方式 来组长这些小组 就无形之中 就从一个集体领导的方式 那么变成一个首长制 所以事实上过去 习近平的十年 你可以说中国大陆的中央的决策 这个实质上 是从集体领导 已经慢慢转型一个首长制 那就有点像美国的总统制 就是说首长掌握定夺 那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在转换过程中 其实角色比较尴尬的 应该就是国家总理 就是国务院总理 那他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应该是整个感觉说 习近平在这个做权力 就是说决策机制的转型中 你可以看出来李克强其实说 他的配合度也是蛮高的 就是个人 不需要欢迎讨论 那些新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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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可以 就像